港医官的众到産品真正是该资名 昨天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丁贵之外 因为围在甲南北岸的中心 港医官一向都是全国主要的牛村企业 在去年中美的三両市民类全国政策名 所以港医官上当有一个中美 可以说是上当的资名 在普志祺都会在北岳赛亦 在基盘的专造品质竞赛 三次的政策名 我们代表到普志祺参加到全国名米产地的冠军比赛 外官以及口供进行并信 官党党华官 普主席上郎如今 官医院丹一角 以及向台会主席王姨专郎 也隆到中向農民地义 我们普志祺農会这几年来一直就是在 算是一些品牌 而我们农会的一些农作物 都是朝有机的精致农业在发展 希望我们不只是农会的产品 可以培植安全健康优质的农产品 让我们大家农村来修荣 我们所有的农民不要重量不重极 重量反而容易在跟老天爷比赛 那台风也来 量太多了 它可能就会浮倒 反而你种的米粒子好 你可能有品牌以后得到消费者的信任 你每公斤的米维持的价格反而更好 所以我们现在呢 比赛前三名将要代表 库齿去参加全国的十大经典豪米比赛 它的价格就可能好几倍 所以我们鼓励他们在选品种的时候 能够好好的去种 然后呢维持这个品牌的一个受性度 这是我们对农民一个观念的一个概念的一个灌输 中华关俄罗普主持农会 当年来建立有量农甸品品牌的用心更努力 包括古天下是不经过加工的十年里造物品牌 圆古味是加工过后的农甸品 就由建立自由品牌至行销 让国家多人认同破主持优良的农甸品 最近前博恩中华行破主持柴公布登